我今天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我们最大的一个发誓就是 你如果说假的那么你胸部变小 婆婆立世说假话胸部变小交呛 李梅珍力挺 她借地气不给三 国民党高市长补选候选人李梅珍的婆婆蔡梅红 7月26日期故住选时 拿胸部变小当独士 引起时代力量力有痛批 是五位又低水的烂笑话 使李梅珍论文事件已得罪中山大学籍校友了 现在婆婆又捕刀 一句话惹入全台湾的女性 我的婆婆本来就很幽默 那我也爱这样子的婆婆 她是高雄人 那高雄人其实就是满接地气 不会给生 对于婆婆的说话风格 被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画上等号 李梅珍强调她们两人完全不认识 我婆婆根本就不认识韩市长 我婆婆不是公众人物 也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觉得她就是表现自然的自己 而日前在进宣传部成立时 李梅珍竟以出境而说 老公有小三 我是有感而发 大家也知道这两天这些风波 所以我只是举例 我非常非常的心疼 李梅珍表示希望选举回归正常 不要用抹黑造谣的方式 对手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猛酸 不太懂李梅珍朋友说话的逻辑 那李梅珍就论文唱曲事件说清楚 赶快章出政策 回归选举主轴 东西文 高雄报道 李梅珍